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 則是遭逢連日暴雨 部分地區發生了山洪土石流 進入緊急狀態 也在全國各地開放了上百個避難所 收容無家可貴的人 連日暴雨在中美洲 薩爾瓦多部分地區 發生洪水與大規模山崩 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 當地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並在全國各地開放100個避難所 撤離近千名危險地區的居民 民房人員挨家挨戶登門市井 就是怕土石流再有意外發生 有人撐傘稀老浮游 帶民眾遠離山壁和河邊 來到相對安全的避難所 希望能借此降低災情 大片積雪淹沒道路 民眾路過血向緩身 有三人死亡 我姊姊在醫院中撤離 那些人在隔離 在河邊 那些家都會燃燃 都會燃燃燃燃燃 那些人都會失去 因為那些人都會失去 因為那些人 氣象預報顯示 本週還會有更多降雨 並警告 墨西哥灣很快將行程的風暴 可能會加劇降雨量 防災行動仍要加緊腳步 大愛新聞 武貴甄編譯 有四爺 從 崔